台湾公司一開門 大批民眾如喪屍般 衝上手扶梯 誰也不讓誰 小女孩不小心摔倒 還是被硬拉手臂 繼續往上衝 誇張場景 民眾破文協下 搶泡泡馬特 各位同學 體育課要好好上 市場應戰 事發在臺中一家百貨公司 民眾透露原來是週年慶 顧客搶限量版的馬力歐 以及電磁爐等贈品 才在雙十國慶搶翻天 大往北走 可真有民眾瘋搶玩具公仔 拍一個戰利品 開心秀戰利品 限量版的公仔玩具 吸引大批民眾前來朝聖 東區店家外頭 分成三大區集滿排隊民眾 有的人還特地從桃園北上 我們早上五點就從桃園來 就是一個香港的玩具公司 他有合作 然後剛好又跟第三方做畫展 他等於是三個聯名 因為台灣潮流性的東西 只要聯名就會很夯 七點 七點多 八點到這邊 對啊 那時候就排超隊 排到後面去 人氣超航的公仔號碼排發到快兩千號 另一頭還有公罵代牌族 民眾直擊聲明大道上大批銀法族製板凳排隊 原來是在幫搶超商公仔 現場阿公阿嬤透露帶牌一小時酬勞一百塊 國慶假日無論周年輕贈品或是公仔玩具 都在各地掀起排隊人潮 三新聞 曹順章 王一軒 黃世函 台中台北 採訪報導 先往蕃多 어색 VANDAO 賠心